本地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安全防疫措施进一步放宽 从下星期一起 歌唱、声训、演讲和戏剧以及管乐班的人数 包括指导员和伴奏人员在内最多可达30人 而当中同一组10人可以全程不戴口罩 国家艺术理事会在官网更新防疫指导原则时也指出 歌唱、声训、管乐等课程 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涉及歌唱 只能有固定的五名歌手可以全程不戴口罩唱歌 其他学员还是必须戴着口罩唱歌 课室里的人员也必须继续遵守安全距离措施 戴口罩的人之间必须保持至少一米的安全距离 没戴口罩的人则必须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 现场表演方面 现场表演者从下星期一起将获准在台上戴着口罩唱歌 不过最多只有10名表演者可以不戴口罩 当中最多5人可以在同个时候不戴口罩唱歌 从本月24号起 现场表演也无需在分区进行 而观众事先进行官病检测的现场表演活动 最多可允许750人入场观看 如果观众人数少于250人就不必进行活动前检测